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修心啊 要知道修小乘佛法 还有我 还有众生的分别 比方说 你今天修小乘佛法 管住自己家 就叫小乘 小乘呢 管好自己 修好自己 不去和别人有争斗 我就自己做得很干净 我自己修得好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呢 小乘就是还有我像 我好了就好了 我不跟你们去搞 你们境界高不高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修得好就可以了 我像 我修得好 我自己好 这个实际上就叫我值的观念 我值呢 那就是我非常执着 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很执着 执着是什么呢 执着实际上就是业障 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我执着于我这个观点 执着于我这个概念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呢 在佛法界讲了 小乘佛法呢 修行者呢 他的觉悟呢 是不彻底的 但是小乘佛法 修得好的话呢 他也能超出六道 就是道 身闻道 还有一个圆觉道 所以呢 一个人呢 要能够策悟 就是不单要救自己 还要救别人 那么就提倡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的观念 什么叫不二法门呢 佛教不二法门 学大乘呀 所以任何一个人 只要在人间有烦恼了 实际上呢 他就会有道场 什么叫道场 就是因为你有烦恼了 你才会去在心中找寻 自己原始的根 就是佛性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过去从小的时候 你们没有学佛 你们哪知道啊 什么心中还有佛啊 就知道凭良心讲话 其实这个良心 就是佛性的一种表现 所以呢 要懂得 你今天没有苦 你不会想到求佛 你今天没有烦恼 你就心中没有道场 就是你不会把菩萨放在心中 你看看你们平时开心的时候会想到佛嘛 想不到的 等到你们要吃苦了 哎呀 菩萨 你救救我呀 菩萨来了 你看你们好的时候会叫菩萨嘛 就现在学佛了 才会叫 不管有事没事都叫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无我一念 众生是道 烦恼也是道 一个人如果没自己了 那么心中就想到别人了 一个妈妈没有自己了 就想到孩子了 所以十方三世 法界 一切的法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 包括学佛 学法 包括宇宙 人 一切人间的一种方法也好 一种事物也好 实际上都是因缘所生的现象 因缘所生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你跟他结婚了 那么你们成立了一个家庭 那么这就叫你们有个家 你离婚了 你这个家庭破裂了 你就没这个家 那么有这个家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缘分 没有家的时候呢 家的缘分就没了 你就变成你个人 一个人独立的一个缘分 实际上这是个形式 有了就有了 没有了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 菩萨叫我们看破放下 就是不要去执着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到了最后会没有 没有的东西到了最后会有 这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军事法空 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认为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空的了 你们感觉一下 你们小时候有过多少东西啊 你们现在是不是空了 小时候的东西还有谁藏在身边 除了照片还能藏几张 到了最后连照片都没了 要找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都很难找到 告诉你们一切 告诉你们一切虚空的 叫法空 所以自身就是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心中有这么个道场 你就会评判 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因为有菩萨在这个道场里面 所以自身就是一个道场 因为自身的道场是最接近你的 对不对啊 道场是不是请观世音菩萨来啊 如果这个道场是你们的话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就会到你们心里来啊 有道场你可以请观世音菩萨来 就是你比方说心里有个诊所 你可以聘请各种各样的医生过来 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道场到了最后呢 也是空的 没了 因为当你错误了 你已经心中有菩萨了 你有没有道场都无所谓了 这就是讲给你们听 你今天这个医生坐在诊所里面是有医生的 但是你以后这个医生随缘到处去救人 你要诊所干嘛 你走到哪里救人就到哪里啊 所以要借道场来成就你的佛道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道场 所以菩萨会来 菩萨来到你的心里之后 你这个道场就没了 然后呢 菩萨就在里边了 所以道场也是虚空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哪个人读书的时候不要有个学校啊 你们读中文 你们试字 有个学校对不对啊 你这个学校就是一个道场在你心中的 等到你读完了 你说你的这个文化全部读进去了 那你可以把这个学校还背在身上 好啊 学校是不是没了啦 是不是虚空了啦 但是那文化呢 在你心中 所以道场拜的目的就是把菩萨请到你的心中 等到菩萨在你心中了 你要道场干嘛 明白了吗 师父经常举例子了 犹如飞机场的跑道 它是让你起飞用的啦 对不对啊 当你飞上去之后 你还要把跑道坡在飞机后面啊 到了下一个降落的地方 把跑道先放下去啊 所以一切法军事道场 人间不管做什么学什么 它都是一个道场 道场是什么 就是学佛的一个环境呀 叫道场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和事物 你都把它当成一个道场 烦恼是道场 烦恼来的时候 你逃得掉不啦 那么只能用菩萨的智慧 来理解和化解它 所以为什么叫菩提啦 菩提就是菩萨的智慧啊 为什么叫烦恼积菩提呢 因为有了烦恼 你用菩萨的智慧去化解它 那就叫烦恼积菩提 你今天有烦恼了 你解决了 你智慧就生好了 你学了一个经验 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 你就不会烦恼了 你们刚刚结婚 你不了解你老婆的性格 她事情做得很快 那你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她怎么这么快的 然后你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 第二次第三次了解她了 那你以后等到她再做得快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讲她了 你是不是解决了你的烦恼了 再讲下去 现在求财的人很多 财跟你的福报 要看你有没有种下这个因 很重要 都是看你自己过去有没有种善因 包括你的今生今世 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种善因 所以呢 有没有失财的种子 你必须把那些 我要拥有财的种子 要种下去的呀 所以这个就是要种子呀 没有种子都长不出来的呀 有因才有果 所以佛法界讲 要在自己心中种上一块福田 有福的田 听得懂吗 有福气的田 如果你没有种下这个福田的种子 不管你给它浇水 给它阳光 你没有种子 它长不出果的呀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很幸运 因为它种了不失的因 所以它才会有得到不失的果 因为福报的果 是从你不失的因得到的 所以在佛法界说 把福分分成三种 一个人想要有福气 把它分成三种福气 就叫三福田 福田就是可以生出福的缘分 你自己有福气的缘分 那么师父简单的跟你们讲讲三福田 那么第一福田是供养佛法生 这叫敬田 就是你今天看见菩萨 你磕头了吧 恭敬吧 你对佛法尊敬吗 你对法师和尚尼姑尊敬吗 尊敬 那么你就是叫敬田 所以这个以后会给你生出福气的 第二福田叫恩田 在心中呢 要想有福气呢 要多孝顺 就是供养父母啦 你的老师啦 你要感恩啊 要有报恩的心 所以叫恩田 就叫报恩 第三个田是什么呢 悲田 悲田是什么呢 你看见贫困的人 看见人家很可怜的人 生病的人 看见残疾人 你都要产生感觉他们很可怜的悲心啊 所以为什么要给残疾人让坐 给残疾人留车位 为什么要对残疾人好 很多老妈妈腰不好 身体不好 你要对他们好 你是在种悲点呢 供养贫困的人 贫困的人 生病的人 痰疾人 对他们好 去供养他们 就是以慈悲心供养 用一个慈悲心去对人家好 一个人想得到福气 你们都看别人怎么这么有福气 你们没福气 最快的回报 就是 种上 三福田 就是敬田 恩田 悲田 这个田字是一个方块 其实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上面 就是把它分成四块呀 这个是心 这个是肺 这里是肝 那里呢 皮 对不对呀 不要有脾气 保护好你的肝 让心脏快乐一点 你的肺才能通气 它四块全部连在一起的 你看看肝肠寸断 如果对一个人 你想念他 恨他都会肝肠寸断 肝和肠子又在一起呀 和皮又在一起 你想想看一个人脾气大 怎么会脾气大的 皮呀 肝影响脾脏啊 肝不好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 为什么 肝火旺啊 一望之后烧上面两块 是哪两块呀 肺和心呀 心火烧火了的 主肌呀 听得懂吗 主肌不好的坏掉的话 呼吸就不畅了呀 你看很多人一生气 气的话都讲不出来 你知道 这个肺像一个风箱啊 它生气的时候 你预在这里之后 整个它不动了啦 好了 血上不来了 一憋 憋那么脸通红 话讲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不会讲话的 就会 你 老伯伯上车之后 他叫人家让座 跟这个人说 你这个年轻人都不让座 这个年轻人 阴他 讲话 讲的阴读的不得了 这个老伯伯气得不得了 上去抽了他一个嘴巴 抽完嘴巴 这个老伯伯气得太厉害 一下子就死掉了 在车上 气呀 晕晕在这里了 你说你有这个三福田的话 你会吗 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不对呀 你恩田感恩哦 感恩他 让你学会忍辱呀 这种年轻人骂你呀 阴风吹吹你呀 你就把他当成一种增上缘 这种孩子一看就没有父母教养的 这种孩子以后有得吃苦 你心里这么一想 你不就化解了吗 对不对啦